我希望大家 我们每一个都尽量保守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的心 圣诺保守一切 而保守我们的心之后 接着我们就保守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的思想 言语行为 保守我们对人的 和人的关系 与人的沟通 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 对于事物的看法都是需要处理的 有些人总是觉得 悲观没有盼望 什么东西都是很差的了 这个世界很差 我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差 不过我的心态 我很想祝福这个世界 虽然大部分的人 都是进入阔门 进入这个 灭亡的路 但是我想在中间挽救更多人 帮助更多人进入这个闸门 我知道我不会改变整个世界 但是我尽量去改变一些人 让他们能够影响更多人 我总是正面的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们会说 个个都很差 教堂的人都很差 我知道教堂都有些人不好的 但是我不会这样说了 教堂的人都很差 我自己的心就是想着 我都可以更新改变他们 帮助他们 生命改变 他们被提升 他们就会变为更加可爱 又懂得爱人的人 更加发挥生命的人 就是我总是用正面的角度去看万物 因为为什么呢 是神应许 耶稣所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比者更大的事 神都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能够去影响人 将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都拆毁 一切的形类都拆毁 这个都是神答应我们可以做的事 所以这些我就很正面很积极的 就算有人不听话 有人不好 没有尊重神 我都不介意 因为我知道有人不听话 但是总会有人听话 还有那些不听话的人 他肯听我们的教导 接受我们的帮助的时候 他都可以逐步改变的 好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大家可以站起身放松个人 来到神面前 求神加力给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耶稣你真好 当你和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就被提升 主求你帮助我们 深信 当我们去使万民作你的门徒 并且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还有凡耶稣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你就尝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的同在就会带给我们权并 因为你说天上地下 所有权并都已经赐给你了 你已经有所有权并 而你将这些权并都赐给我们 可以踐踏蛇和蝎子 有圣国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会有什么能害我们 并且我们有这个福音的权并 全阳福音的权并 并且有神迹歧视的权并 有孙广神华语的权并 去更新人灵命的权并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看到你与我们同在 是何等大的福气 进入你的计划 是何等大的福气 求主帮助我们 全心全意 走上神的路 不要让任何一样东西 难阻我们 也当我们带领人 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带他们 信耶稣 我们带他们 全面性去跟从神 当我们一带了 他信耶稣 我们立刻告诉他 神在你生命 有奇妙的计划 你可以大大给神使用 你越听神的话 神就越祝福你 越提升你的生命 就让他一初信 他已经知道 他的生命很宝贵 他可以被神影响 祝福更多人 他的生命就更加蒙福 神会祝福他整个生命 他的内心世界 婚姻前途 或者是单身 有些人单身的 神都是祝福的 他的工作 他一切神都会祝福的 他的侍奉 神都会祝福的 主求你帮助我们 看到 很正面的 看到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前面的路向 看到我们可以影响人 看到我们可以 全面性去祝福人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你真好 主耶稣你真好 主耶稣你真奇妙 你可以全面性祝福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生命中 任何的罪 任何的垃圾 任何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任何不好的习惯 任何罪的习惯 我们都处理 由主思恩 和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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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够住真奇妙 哈哈哈哈 多谢天父 ship 耶稣你真奇妙 主耶稣你真奇妙 神你真奇妙 你满有恩典满有慈爱 你有奇妙的计划 你有封城的恩典 你有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权柄 我们听了你说是最好的 求主帮助我们 全人都遵从你 也都帮助人 教导人去全面性的 亲近神 遵从神行你的路 整个生命就蒙福了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然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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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和我们一起 感谢天父 你爱我们 感谢圣灵 和我们一起 感动我们 多谢主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灵 阿们 多谢主 哈利路亚 我先祈祈祈祷 神在我们生命有奇妙的计划 于是我们听了神的话 整个生命就提升 神会祝福我们的内心世界 祝福我们和人的关系 祝福我们家庭 祝福我们的婚姻 或者是单身 祝福我们的工作 前路 和我们的侍奉 整个生命就提升 那你想不想 整个生命提升呢 那当我们越亲近神 越遵从神的时候 神就越大的祝福了 就越来越开心了 所有的情绪可以得医治 整个人全人被医治 和提升了 和人相处的能力提升 聪明智慧提升 工作的能力提升 那无论我们是 和家人相处 或者是工作 都会更加做得更加好 那我们可以问他 你想不想是这样呢 那以后我们就这样讲法 当我们这样爱神 遵从神 神就欢喜 神就祝福了 那用这个方法 不是说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也就是说 神有个奇妙计划 当我们听他说 亲近他 遵从他 神就怎么祝福 用个当字 就减少用个要字 有些人会这样 你要开始 祈祷 看圣经 遵从神 那他就觉得 初头算耶稣 就很多礼物 但是现在全部都是要 那的确实是要的 不过呢 神的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应许 所以我们可以说的方法 就是这样 神很想祝福你的 神想祝福你整个人 你想不想神祝福你整个生命呢 当你信靠神 走完神的路 做完神的吩咐 神的祝福就临在了 因为罪会难阻神的祝福 当你听完神的话 亲近神 他就改变你的内心世界 更新你的生命 用个当字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提升你生命 赐给你聪明 智慧为你开路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道路 因为神为爱祂的人 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祂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祂的意念是非常高的 OK 大家有没有 明白吗 或者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方面 就是初信就告诉祂 祂生命很大提升 祂越亲近神 当祂用个当字 当你这样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大大祝福你了 如果那个人在罪中 我们都可以提醒他 如果我们在罪中 就会有破坏 不代表我们不会指出 罪的问题 就会拆毁 魔鬼就会来偷窃杀害毁坏 犯罪就会遭遇得更加厉害 是更多不好的发生 你想祝福 或想你的生命被魔鬼破坏 OK 有没有人有 发问 或者是回应 这个就是由初信 不要等到他 有些人以为要等很久很久才改变 其实他初信的时候 动力更加大 因为他被圣灵改变的时候 他的动力是更加大的 当他一初信的时候 有很多人是更加有喜乐平安 但有很多人不懂得栽培他们 只是叫他们参加聚会 看圣经祈祷 他就觉得我现在要做几样东西 参加聚会 要祈祷读圣经 遵从神 他经常觉得我要做 这个就是吩咐了 这都是应该做 但是呢 我们告诉他 你来到聚会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真是加力的 你亲近神 圣灵就改变我们了 神的灵就跟我们一起 就加力给我们 就改变我们了 他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伺给我们聪明智慧 就是圣经里面是 应许很多样东西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 用这些应许来激励人 去全面性的遵从神 凡是圣灵所吩咐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OK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今天到这个为止 好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建立 周围的人 OK 好了 拜拜 拜拜 祝福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牧师 拜拜 拜拜 谢谢耶稣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